也许因为最近是暑假的时段,有不少人刷出了带娃的照片,当然娱乐圈的明星们也没有错过这样的时光,这部刚刚录制完清纯同学会的袁红,也在深夜刷出了一家三口的照片。 这片中袁红依旧是一脸的林郑洛塞湖,而妻子张欣依则怀抱儿子一脸俏皮表情,难得一见的一家三口同框照片,这使得让人感觉无比的温馨甜蜜。 照片里这位小帅哥名叫肯尼,曾经和袁红张欣依参加过一次亲子当节目蒙仔蒙蒙仔,她就是那个第一个到达的宝贝,是个小暖男,经常帮助妈妈张欣依分担照顾小朋友的事情,特别是对小妹妹金宝进行安抚,受了委屈也是自己默默的收拾情绪,不让妈妈担心。 就因为这次录制节目而结缘,袁红和张欣依夫妻,到了上海之后特意来看望儿子,所以有了这张一家三口的照片,袁红和张欣依在娱乐圈中,不算大红大紫的那种,但也有不小的知名度。 袁红因为事业不经心,重的是塞拉哥印象而被观众所熟知,而张欣依则是凭借北京爱情故事,中的林下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 他们两人因为拍摄解由公主而结缘,之后经过一点时间的相处,两人在2016年的时候塞拉哥举办了婚礼,他们的爱情正式进入了婚姻阶段。 结婚之后,孩子的问题就被提上了他们的日程,一度张欣依怀的消息也是遍布网络。 不,不过从照片上也看得出来两人还是非常喜欢孩子的,袁红发微博的时候还说,来上海最开心的一件事就是见到帅儿子狗肯尼了。 肯尼骑在袁红的肩膀上的那张照片,不知情的人肯定都得以为这是亲父子呀,小肯尼是十分放松的,袁红的表情就比较那人寻味了,似乎是笑容。 张欣依也调侃说那是老父亲般的微笑,但是除了笑容之外,似乎还有一点诚惶诚恐的感觉。 那真是,捧在手里怕摔了,还在嘴里怕化了。 那是一位父亲对于孩子真正感情的体现,看看袁红还没有真正当爹,这感觉找得还挺准,就是不知道当他真正成为一位父亲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,真是好期待呀。